你以後就可以教人家如何在日本買高速巴士 買高速巴士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每一間公司都不一樣 在體驗完明谷屋倒軌巴士 我們很快的回到明谷屋車站 準備要搭乘高速巴士 前往這趟行程的主要目的地 北陸地區 北陸地區位在明谷屋北邊 臨近日本海的區域 一般來說指的是金澤、富山、福井這三個線 而廣義的北陸還包含到更東邊的新系 不過我們這趟主要是搭配由JR西日本發行的北陸PASS 而新系則是屬於JR東日本的轄區 所以行程上還是安排在狹義的北陸三線 至於新系只有最後要去東京 準備搭飛機回台灣時在新幹線上有途徑而已 其實金澤小松機場就有直飛台灣的航班 但是長榮的票價實在有點可觀 而虎航只有每個星期四更日有飛而已 時間對不上 所以最後就選擇了從明谷屋境 晚個一天之後 傍晚再達高速巴士前往北陸的富山 明鐵是目前唯一能夠抵達明谷屋連外的 中部國際機場的軌道運輸 每個小時有5-6班直達明谷屋車站的列車 速度最慢的機型需要50-60分鐘 不過同樣票價也可以選擇特級列車 只要37分鐘就能夠抵達明鐵鳴谷屋站 明鐵鳴谷屋站在鐵路營運上也是個相當經典的案例 還不到你 整座車站只有兩線軌道 尖鋒時間每個小時單方向的列車數 卻可以高達28班 當中高效率的秘訣來自於月台設計 到站時會先開啟列車右側車門 等乘客下車告一段落 才會開啟左側車門 讓另一邊月台的乘客上車 之後再關閉右側的車門 讓上下車的乘客不會都擠在同一邊的車門 而下車月台是雙方向共用的 所以雖然是兩線軌道 卻有三座月台 尖鋒每小時28班的列車數 跟台北捷運板南線是一樣的數字 重點是明鐵還有六個不同的車種 鐵道大國的管理營運哲學 真的值得台灣好好消防 而明鐵鳴谷屋站的樓上 除了有明鐵自己的百貨公司共購 讓我們享用了一頓美味的鰻魚飯之外 要前往步山的高速巴士月台 就設置在同一棟的三樓跟四樓 人還在台灣的時候 就已經先把高速巴士的票給訂好 到了現場只剩下付款取票的手續而已 這邊跟麥當勞很像 櫃台其實就有閒置人力 但是還是會引到你去旁邊按螢幕 等按一按到最後階段的時候 又跳出需要插鑰匙才會突票的指示 就會冒出這樣難道真的有比較節省人力的疑問 這張納牙公司的票 是 大家可以拍照嗎 這張納牙公司的套餐 好 放一起來 那真的如果是手機刷的話 他應該就不會有票了 對 他應該就會直接是 那個 CDF 這個就是 你以後就可以交人家 如果在日本 買公車票 買公車票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 每一間公司都不一樣 每一間公司都不一樣 這個我知道 你拿 你交的沒有用 你只能在名古屋 我以前 我以前有買過那個 東京到大阪的 高速巴士 對 夜車 夜間巴士 我之前 然後 然後他就是真的是走 完全不一樣的流程 我之前 我之前在九州的時候 是 是我如果要做哪班高速巴士 我就上網站訂一訂 然後刷了卡 他就寄一個 他在寄一個 寄一個 寄一個單給我 上面也沒有什麼 QR 扣什麼 他就跟我說要品這個搭車 我想說上面有根本的東西 上面只有我的名字 用騙假名氣 然後我的電話號碼 他完全沒有在認證 然後我只要拿出那個QR 不是QR 不是QR 只要拿出那個PDF檔 他就講我的名字 他就用那個 就是用 就是 讀出我那個騙假名 然後說 說 說 嗨 就上車了 這完全可以幫我用 只要有人 只要有人能攔截到我那個檔案 他就可以盜用我做這個車 教壞小孩時間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提醒大家千萬不要這麼做 在中間 然後就是他在中間站 那個彎之內口外面 然後 外面就是 滿邊吧 有一群 一大堆的高速巴士 斷野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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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爛 這個超錯的 然後一 然後就算了 然後還有一堆 一大堆喔 大堆公司 同樣是東京王大敗 然後二龍公司 對然後你就要找 這個到底是哪一番 你要看 而且還 只看時間不一定準 因為有可能 對對對 我那時候真的是 超崩潰 我記得好像這同一的時間 好像這三班也四班吧 嗯 瘋掉 他這裡直接給我鞋 給我鞋付孔完畢 欸 喔 直接就是剛剛收到那張票 可以再看溜 然後 我剛剛為了保險 避免我們遲到 所以我都訂了一般這個 我們 我們不要當 不要當失格的旅人 我可以把他取消掉 呵呵呵 已經是四個旅人了 我們在日本街頭發現的 這個是 交通部號稱會讓人家 看錯方向的那個紅綠燈 喔 你看 紅燈然後配上 直左右箭頭 呵呵呵 很簡單啊 呵呵 來你覺得 請你解讀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直走 可以左轉可以右走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紅燈 紅燈就是你不能回轉 嚴格來講 應該是只保護實相 什麼叫保護實相 就是對面不能走 喔 喔 他是告訴你說對面不能動 對對對 交通部完全不能接受這種 有沒有看到 紅燈加直走 這個很好理解啊 對啊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剛剛那個直左右 我還會混亂一下 這個我完全可以理解啊 那種專用左轉號制 不是也長這個樣子嗎 就是有些大馬路口 會有那個專用嗎 就長這個樣子 只是他直走變左轉而已啊 對啊 他交通部說完全不能理解這個啊 為什麼不能理解 我不知道 他就說民眾會混淆 好喔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就是為什麼要有那個紅燈 然後配上直左右 是因為如果今天對象可以走 就像這個狀態 然後我們這邊也可以右轉的話 他上面亮的會是 圓形暈 然後我就知道我要右轉 我要右轉的時候 因為日本是左右相反嘛 對對對 我要右轉的時候我就知道我要注意對象來車 對對對 但他如果紅燈寫右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不用注意對象來車 對啊 或者說我不用那麼注意對象來車 對啊 對啊 剛剛看到上面都是 對啊 然後其他一大堆月台都是那個 對啊 上面都是小地方啊 對啊 都是近距 然後我那邊查了我發現上面 剩下一大堆月台全部都是那個 遊覽車 對 銘貼百貨裡面的轉運站 一共設置了24個月台 除了有前往我們目的地 富山的高速巴士外 還可以前往東京新宿 京都 九州 四國等等地方 而這邊還有日本版的三重客運停靠 其實日本的高速巴士也算蠻蓬勃的 只是被鐵道大國的光芒給覆蓋 甚至很多鐵道公司自己就有跳進來 經營市區或長途巴士 像是這次搭乘的路線 就是由明鐵巴士跟富山地方鐵道共同營運的 而我們搭到的班次 則是由富山地鐵來跑 人還沒有抵達北路 就先搭到了北路的車子 哈哈 這次搭到了車是四排座 幾年前搭東京到大阪的 夜間高速巴士也是四排座 不像台灣除了通勤客運之外 幾乎都是三排座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不太流行就是了 在座位偏小的狀況下 那最後還是把包包往下丟到行李櫃了 你看到名古屋的街頭 哇這個標性化的真棒啊 舒服 昨晚6點10分出發 一出轉運站就遇到了小塞車 還好這天是星期六 倒也沒有在名古屋市區卡太久 原本有考慮要搭下一番7點40分發的 但是到富山就一定是深夜的11點20分 覺得有點太晚就還是選了這班 表定9點47分就會抵達富山 可以保留時間到旅館check-in 有體力的話再到附近晃一下 不過大概是時間帶真的還不錯 所以直接客滿 你看高速的入口在這種小巷子裡面 對 呵呵 那個大門也有 下個包包啊 會比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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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只是通道欸 前面很悠準 這裡很悠準 唉 直接上高速 對啊 鳴谷屋站前面300公尺 就是高速公路的閘道 從這邊接上都心環狀線之後 要再下到平面道路 就是3個小時後 抵達富山的事情了 路邊的隔音牆 很多都是採用部分透明 甚至是全透明的形式 在隔絕車輛噪音的同時 還能夠看得到外頭的景色 才5分鐘 窗外就從高樓大廈轉變成民房 轉瞬間 就從鳴谷屋市中心 來到了郊區 其實公路跟鐵路 本來就不見得互斥 日本雖然被譽為鐵道王國 但是高速公路系統 依然非常完善 在市區裡面 也鮮燒有那種 需要先下到平面 登個好幾輪紅燈 才能接上另一條 高快速道路的爛設計 其實關鍵點還是在於 大眾運輸夠不夠完善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的鐵路 經常有複雜的快慢車車種設定 如果說搭車不只要轉來轉去 還要花上動輒3、4倍以上的時間 那又有什麼理由不選擇自己開車騎車呢? 一路經過明谷屋高速6號清虛線 16號一宮線 明神高速道路 東海北路自動車道 北路自動車道之後就會抵達富山 其實從明谷屋還有直達的特級飛彈提打 不過行經的高山本線 1934年就已經通車 順應地形的路線過於彎繞 不只要花上4個小時 7260元的票價 也比5300元的高速巴士來得貴 但是大概就跟你 會不會想要推薦台灣的國道客運 跟外國朋友一樣 如果我對於跟日本人溝通 沒有一定把握的話 建議還是優先考慮 英文資訊比較充足 看得懂漢字 就不至於有太大障礙的鐵路 直到現在 Hirugaの高原 Savis Area Hirugaの高原 居然是Kogen 居然是Kogen 為什麼不是Takahara 他沒有洗啊 對耶有英文耶 但是基本上你想某某高原 一定會用Kogen 是啦是啦是啦 這個是休息站 這個也算小的 我就覺得這個是日本高速巴士比較 比較 有特色的點嗎 不像台灣 你都會停休息站嗎 沒有啊 不像台灣就是停什麼 統連 統連中港 啊不然就是床嘛 就他如果中間 中間停休息站 就是你自己家的站 對啊 然後啥都沒有就有個廁所 你只能去上廁所 統連有東西啦 啊但草包還是真的沒東西 不過我還是確認 我還是覺得日本的確認就是 高速巴士的資訊 真的是有個難照 好對啊 台灣真的算相對好 就是你真的要揮一點 揮一點魚 而且終於他們也都沒有偏好 有可能是怎麼講 台灣的那個規則我們比較習慣 啊對有可能是我們習慣他 沒有其實這個就是 你知道這有點像是我們台灣就是怎麼講 我們台灣在那個 2005年以前吧 國道客運編馬化以前的事情 對 晚上9點40分抵達了富山車站前 比表定時間早了7分鐘 有些乘客在下高速公路的沿線站牌陸續下車 這點倒是跟台灣的國道客運很像 在富山休息一晚 隔天要前往的是著名的立山黑步 除了要體驗日本最後一個 今年結束就要說再見的烏鬼電車 以及欣賞美景之外 沿途還有很棒的觀光配套 相當值得也絕對適合台灣的國旅來效仿 敬請期待囉 請期待